大家好我是你忙喵哥 前段时间喵哥给大家聊了一聊 我们年轻了到底是先买车还是先买房 有不少朋友说我也想买房 到关键是现在这个房子太贵了买不起 这个车子是越来越便宜的 那么今天喵哥也聊一聊 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个车子是越来越便宜了 就拿我那个老花官来说 07年我姐姐买了个车子的时候 半下来花了18万多 确确实实那个时候在长沙的话 如果买房的话 这个价钱可以付一半的房款了 到了现在过了十几年了 老花官虽然停产了 它替代车型 比如说现在的卡罗拉 配置比我老花官还丰富多了 但是价格却便宜了将近三分之一 这个差距确实有蛮大 那么为什么汽车反正越做越便宜了 第一个就是规模效应 07年那个时候说实话 我们国内汽车品牌也没那么多 买车的也没那么多 尤其是国产品牌其实也先对比较少一点 所以说汽车整体的销链比较低 这种规模效应还没有那么强 所以单件产品的成本 自然就会显得比较高 卖的自然就会贵一点 毕竟对于一个工业品而言 你生产1000件和生产10万件 它们平均下来的单件成本 是不可同流而语的 差距非常之大 第二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这个静登的进一步加剧 毕竟在十几年前 国内的汽车品牌 显得是没有那么多的 老百姓的可选择的车型 也是比较少的 国产品牌的崛起和定价 确确实是把很多高官 在上的盒子品牌 价格也给拉下来了 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们普通老百姓 现在能够以较急的价格 买上新车 家家户户都能够买车 确确实实还是要感谢市场的竞争 感谢国产品牌的崛起 第三个得以于汽车制造工业的 进一步的自动化 规模化以及集成化 尤其是在汽车制造领域 大量的自动化的工厂的投入 以及工业机器人的投入 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 对于人工的依赖 这样的话 我的能力成本投资就下降了 虽然说在建厂的时候 自动化的成本投入会更高 但是厂建完之后 后期对于人工成本的依赖 就会鉴定很多 以前用功能的话还得上班岛 某些行业还不好招人 现在换上了工业机器人之后 24小时工作 而且还不用考虑招人的问题 所以效率也就更高了 所以效率高了 自然成本也就下降了 最后个原因 就是现在我们汽车的销链越来越大 市场越来越大 市场大了 销链好了 厂家也可以通过博力作效 绝取更多的利润 自然而然 汽车的价格也就逐渐下降了 以上几个原因 就是为什么我们目前汽车价格越来越便宜 当然了 随着社会的进步 越往以后 这些平民化的走链的车型 配置会越来越丰富 价格同样也会越来越低 所以从买车的角度来说 你晚一点买比早一点买 肯定是性价比更高的 好了 相信通过喵哥的分析 大家能够清楚了 为什么我们现在汽车 反倒越来越便宜了 如果喵哥解决了你疑惑 给喵哥点个赞 给大家关注好不好 谢谢大家